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欧巴马喊出让制造业重返美国 而其中重点产业之一就是3D列印 因此2013年也被称为是3D列印元年 有双家甚至形容这将造就第三波的工业革命 不过其实早在1981年 日本名古工业研究所就研发了这项技术 但直到1987年 史上第一台的3D列印机才正式在美国诞生 时至今日从食物到火箭 都能用3D印出来 但这波热潮在2014年之后 其实沉寂了许久 一度还被企业家嫌太慢又太贵 甚至被传统制造业视为是过度吹嘘 但如今我们重新检视这一项划时代的产物 来了解3D列印的现况 以及台湾的制造本领 3D列印的应用市场不断的扩大 像在国外就已经有人用3D列印来盖房子 而在台湾虽然还没有3D列印的房子 不过已经有业者用3D列印盖出了这一道造景围墙 全长26公尺 高1.3公尺 蓝白色系搭配草地跟湖泊造景 营造浓浓日式氛围 这座围墙是国内3D列印业者 首度用在实体建筑 传统工法养护至少要一个月 3D列印缩短到一周就能完工 成本约30万 而这样的3D列印水泥墙 到底是怎么做的 一进入工厂就能看到各种产品 除了围墙 包括桌椅或是其他景观设施 也都是3D列印打造 长90公分的水泥砖 大约20分钟就能印完 12小时内可完全凝固 还能直接印出墙面花纹 只要在列印前 透过电脑运算 就能模拟出3D列印的路径规划 你说进入点在这边 它现在预设好像是这条线 以机器人高阶控制技术起家 程辉雄父子在跟国外企业交流的过程中 看到欧美3D列印市场已经广泛运用 台湾却还在萌芽阶段 公园方面的一切桌椅 还有花台或是人行步道的一些栏杆 公车艇就是一些公共设施 其实它们都已经变成是生活上的 非常普遍的应用 以台湾目前的设备的话 只能用在比较小型的 一般我们讲的景观或是形象墙或是家具方面的用 国外它因为发展比较久了 看准商机 程辉雄回到台湾砸下500多万 花三年时间研发改良机器 同时也跟3D列印材料厂商合作 终于顺利打进这个市场 不用模板 然后又可以把那个造型弄得很艺术化 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工的使用 这样子可以解决缺工的问题 把石灰 黏土 沙跟水等成分均匀搅拌 正过程跟传统水泥没有太大差异 不过重点是下一步 55哦 挖出混凝土这个动作主要是测试摊度 也就是要确认列印过程中 水泥是否能够快速凝固 盖房子的话那个时候很水 不是水加很多的很水 所以那个基本上都是 倒下去都是平的 所以那个都一定立不起来 测这个弹度就是意义就是这样子 除了拿捏比例 确保水分含量不能太多 还得加入特制的镀泥剂 才能在层层堆叠的过程当中 让水泥保持支撑力 这个产品它的凝结速度 要跟那个设备的运转的速度 还有你列印的规模的大小 要可以符合 不然的话它你在列印的过程当中 支撑强度不够 一般我们的混凝土出零 可能要七八个小时以上 但是它那个很快 它可能在两个小时 它就很硬 因为它不用模板 直接就可以列印 它里面的配比是比较特殊 可以控制那个出零的时间 也就是它一喷出来的时候 它不会流动 德国跟美国都已经靠3D列印盖出房子 不过全靠3D列印打造的水泥墙 安全性到底有没有问题 材料我们有跟那个北科大做合作 他有帮我们测那个强度 事实上我们目前的材料是建筑用的 抗压强度大概两三倍的强度 要达到3000磅的强度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得到 强度它不是问题 那问题是在于 如果你要做成建筑物的话 它必须要加净 要放钢筋之类的 你怎么去放这东西 台湾为处地震带 想盖出安全无余的房子 还是需要先稳固地基 如何将3D列印跟钢筋结构结合 还需要技术上的突破 国内相关法规也还没有跟上 再加上一台3D列印机器 动辄数百万甚至千万元 导致许多传统制造业想投入设备 成本就是一大阻碍 发展最快的德国来讲 它的高度也不会很高 目前也大概都在二楼 这种低楼层的房子 因为高楼层的房子 它要有抗震性 台湾因为法令不完备 最主要是成熟度也还不太高 它的造价很高 还是要等这个技术成熟 打从2013年被欧巴马点名后 3D列印开始在全球爆红 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即使之后话题退收 但根据统计 从2012年到2019年 全球的3D列印市场 每年都以15%以上的成长率成长 市场规模也从2022年18亿美元 将在2030年达到116亿美元 年复合成长率冲到25% 全球第一枚以3D列印打造的火箭 人组一号 2023年3月首度发射成功 让这下发展了30年的老科技 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航太航空业者我们都有合作 例如说我们有做一些机翼的设计 涡轮的开发 国外也很多 例如说火箭 或是说一些国防的公司 大量的采用3D列印来做他们的零件 来到工业院的先进光机制造实验室 桌上摆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金属件 包括火箭 无人机等航太产品 都能透过3D列印技术打造 在2021年的一项统计 3D列印应用领域前三名 就是航太 衣材以及车用 因为在这个航太的需求上面 它有很多传统工法不容易加工的 例如说弯弯曲曲的结构 或是说它需要轻量化的时候 它需要做中空 台湾目前在发展 就是低轨道卫星或是火箭推进 其实我们现在跟国内的几个厂商 都在做这个开发 未来这个市场可能也大概是 10亿以上的这个商机 跟3D列印水泥的做法不同 3D列印的精密金属件 主要是用极为细致的金属粉末 像是钢粉或是铝粉 最小直径只有0.05毫米 不同金属合金的粉末 透过雷射去做烧熔 透过精密雷射喷砂 仿佛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慢慢堆叠 因此3D列印又被称为加把加工 特别是需要打造出精密或复杂的形状时 就是3D列印的最大优势 这个就是我们细称说像出土 把金属砂剥掉之后呢 我们通常会现切割把它移除下来 像航太的领域的话 有的厂商会要求有特定的热处理条件 像是会加热到500度到1000度之间不等 实验室内全是台湾开发的机台设备 好处是能用各种最新材料打造客制化制成 开发高强度的特殊产品 像是这款航太用火箭管 造型宛如巴爪章鱼 传统工法得靠大量的人力跟时间 将金属加工成型再焊接起来 透过3D列印就能直接做到一体成型 不但提高量率也减少人工跟材料成本 航太过去相当仰赖很多零件是靠铸造去完成 但是由于说第一个是产业世代上的交替 那再来就是说设计对于轻量化 或者说多建议体这种复杂结构的需求越来越高 会造成铸造开模的失败率跟困难度 都会非常高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机翼的形状 你看它外形基本上一样 传统的做法是全磁性 因为它CNC加工 可是我们透过列印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孔洞结构去做设计 3D列印在台湾仍旧卡在客制化 以及少量制造的盲点中 导致本土厂商投入的少之又少 根据统计全台只有不到100台机器正在运作 因此如何扩大附加价值 结合这场科技变形剂 才是未来台湾制造的关键挑战 2023年9月7号 机台建设在台北大志的新建案 发生严重的公安事故 连周边的民宅也遭受波及 包括了建筑倾斜跟塌陷 这起意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也开始担心 自己现在住的家会不会有问题 于是我们一开始先从土壤下手调查 因为土壤是每个人的日常都会接触到的东西 但可能就是因为太习以为常了 反而平常不会去注意 而这一次的机台大志案 所在的地区就是软弱土层 而且全台湾有10个县市 都有土壤液化危险区 从数字上来看 前三名分别是嘉义 彰化跟宜兰 至于全台物林最高的台北市排名第8名 其中区域的部分包括了中山中镇大安跟松山区 多半也都是中高液化浅市区 但土壤液化到底可不可怕 又哪一些风险 继续透过镜头 但您体检可能暗藏在您脚下的围境 台北市大直街的基态建案曾经引发民宅倒塌 到现在路面上还看得到一些裂开的痕迹 同时也引发了土壤液化的疑虑 重回静岸现场 周围受损公寓都已经拆除围棋铁皮 紧邻工地的地面 现在还能看到变形隆起跟修补痕迹 附近民宅一楼外墙更出现巨大裂缝 住户说这些都是倒塌事件后才出现 居住安全堪忧 虽然这个地区不是土壤液化的高危险区 主要还是因为不荡开挖 才造成坍塌 但其实还是跟土质松软脱不了关系 最主要以平原地区冲击成 它就是从山区长期侵蚀冲击下来 河流冲击成平原 所以平原上面就有很多 很多那些细粒料的沙 进入查询系统 可以看到大台北有不少红彤彤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基隆河淡水河周边 根据经济部地矿中心调查 台北市有超过两成约五分之一的地区 是土壤液化高浅市区 新美市更达到四分之一 而全台最严重的是嘉义县 有一半都是高浅市区 彰化云林台南高雄跟宜兰也都要小心 台北市的信义路三段这边豪宅林立 不过根据经济部地矿中心的资料 这边其实也是土壤液化的高浅市区 临近大安三菱公园的信义路三段是台北市金华地区 豪宅单价每平上砍250万 地底却欠藏危机 还有临近淡水河的三重新装 有不少都市重化区 接口房政还规划大片绿地 成为不少人的购物首选 新建案每平开价达到60到70万 也被列入土壤液化的高风险区 而除了安全问题 民众也担心房价会不会受影响 其实基本上大家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九二地震之后设计新建的新建筑 就算它在土壤液化区 就像我们讲的 它基本上在法规的设计跟事工 都已经有考虑 它的一些抗液化区的一些问题 所以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专相强调民国88年9月21号 以后的建筑规定采用新工法 纳入土壤液化改良工程 不过全台还有三成是40年老屋 台北市更有将近一半老屋 容易受到土壤液化影响 九一地震之前新建的那些建筑 那个时候的建筑规划 是没有考虑土壤液化的效应 它等于是除了地震的风险之外 土壤又液化 两大风险加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危险 它的风险性就跟海沙屋一样 这个是太平地区 液化屋 这个房子就写了 就这样 它整个陷掉 921大地震 台中市的太平地区 这栋四层楼建筑 就因为土壤液化 整个倾斜 地层是属于杀性土壤 它的吸力量要35%以上 还有水位也要高 再加上可能它的地震力 比较大 组合才会产生这个液化区 而这两年从双北到高雄 天坑发生屡见不鲜 民众最怕的旧石住家碰上土壤液化 引发倒塌 通常会发生在地底20公尺内 又松软的砂质土壤 平常饱含地下水 地震时水压上升 砂土悬浮在水中无法紧紧相连 就容易失去地基支撑 若想知道有没有土壤液化的风险 专家提醒可以从喷沙现象来判断 土壤液化它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会有喷沙 喷沙然后伴随着地就会陷下去 这个美容的喷沙的现象 它就是水压很大 喷出来了 不过现有的老旧建筑 若是位在土壤液化的高风险区 该怎么办 常见的改良加强方式 可能就是说打气桩 把它深入到盐盘 那也有人会做一些土壤改良 用一些水泥浆 去把那些沙土搅合在一起 主要改良方式就是在 现有建筑下方增设基桩 穿越松软土层 或在地底盖连续壁 避免软土松动滑落 不过厚度跟深度都有要求 像是大直基态建案的连续壁 就被发现厚度不足60公分 开挖12公尺或开挖20公尺 大多数最薄都会做60公尺 而且它土壤特别软弱 它可能它的受力就很大 那所以它的设计起来 它的连续壁的壁体厚度 可能就会比较厚一点 基础下面没有做特别改良的 也就是九位地震之前的一些建筑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它有的会做一些连续壁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用基桩的方式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摇晃它的感觉 透过机具模拟硬化区的土壤 再分别放入传统房屋 以及有连续壁或是基桩的房屋 在摇晃之后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结果 没有做土壤改良的 或优化的一个老旧建筑 它就会请协导它 那它有做连续壁 地中壁或者土壤改良 或者是基桩改良的 基本上大家不用担心 以三十坪的房子来讲 如果地质改良来做的话 大概也要花到四五百万 那如果你做挡土排装这一些的 那个费用可能就会 大概八九百万以上跑不掉 加强现有结构要假不菲 再加上每一户所有权人都不同 专家认为高风险区的老房子 恐怕还是得加速围绕重建 或是都更脚步 你能够达成改建的目的 事实上又有很多荣基的奖励 围绕都更的奖励 基本上是创造建筑的一个 更高的价值 台湾物理营老化严重 问题不断扶上台面 防患未然才能住得安心 透过上日者的专题 我们看见 即便面对了土壤异化危机 好的建筑技术 依旧可以有效因应 尤其在2022年 全球营建市场的规模 高达了10兆美元 算看似传统的营造业 长年以来都跟科技或数位化 搭不上边 但反而让人更好奇 这些越盖越高的大楼 到底是怎么建造出来的呢 根据统计 在台湾120公尺以上的摩天大楼 有212座 另外还有57座 正载新建以及规划当中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 这些大楼在建筑技术上 有哪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新工法 为您一起来妥协 今天节目下半场 我们要跟您提到的是再生能源 但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能源 反而是生活 尤其现在一提到 鱼电共生四个字 您脑袋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印象呢 很多人相信联想到的 不外乎是土地争议 黑道挂钩 甚至可能毁灭生态这些疑虑 但其实这项政策 也是台湾土地历史时尚 首度有复合产业的模式 甚至走在世界的前端 几乎没有参考范例 而根据鱼业署的统计 全带鱼温的面积 算高达了4万多公顷 将近11万口 但由于养殖区域的土地太过零碎 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也因此2025年的鱼电共生目标 农委会才纳入了1万公顷的鱼温面积 除了能发电之外 更大的好处是能集中管理 进而加速转型 那还是有缺点 缺点在于人类 永远是这个地球上 最难懂的生物 尤其如果要牵扯到利益的时候 也就不难让人了解 为什么现在台湾已经核定的 鱼电共生场 只有650公顷 但是鱼跟电真的能共生吗 中间到底存在的哪些争议 我们从台南一个小渔村 开始说起 来到台南旗鼓 第一印象可能是湿地 盐田还有渔温 但未来这充满渔村风情的画面 却可能被这一块块科技感的 蓝色光电板所取代 台湾是所有台湾县市里面 一个单一县市光电建设面积最高的 那旗鼓光一个区域啊 现在其实就大概有 一千一百五十公顷的备案量 这个数字大概是其他线 有些县市的两三倍左右 空拍镜头中绿色湿地与余温之间 长出大片光电设施 格外醒目 即使是没有被覆盖的区域 也竖起一只只鸡桩 台17线以西 从渔林台南一路到高平 是台湾主要的养殖区域 也是各大光电厂锁定的发电场域 目标就是这片树枝不尽的渔温 还有南台湾每年PG 2500个小时的日照时数 工程车进进出出 这里过去原本都是渔温 如今全被挖开 准备盖上光电设施 左右两边这边都是 都是我们的案子 对 还有对面那个也是 还有再过去那边都是 这总共多大 这个58 台湾的养殖鱼业 最早从一条湿木鱼开始 如今湿木鱼 依然是国内养殖面积最大的物种 不过台湾地下人稠 为了因应能源转型 不得不一地多用 因此全台4万公顷的日温 已经有1.3万通过筛选 开放给光业业者申请开发 装置容量上砍4.4GW 台南介质量是全国第一 光是七谷这一区 1.1万公顷的土地 就有1,150公顷 取得开发许可 当有十分之一的鱼温 要被用来重电 养殖面积限缩 于是这一年来 施木鱼的价格 已经涨到十年新高 这十年之内 产地价格已经在40块左右 那今年已经涨到快20块 已经变成60了 涨了快30%了 那温葛四处也是这样子 现在产地价是四六十块 那可能在经过三年之后 可能我们产地因为供量减少 它可能会涨到一百块 那其实这些还是转到 到消费人身上去了 光电和养殖鱼燕 到底是共生还是竞争 为了寻找答案 采访团队天还没亮 就摸黑出发 文葛的采收季节 渔民凌晨两点 就来到渔温工作 从养殖池捞出来的文葛 一边冲水 去水泥沙 一边按照体型大小筛选分类 黄青泉是旗鼓第二代洋之户 太阳文葛的面积大约30公顷 其中有一部分是自家土地 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成都 面对光电进驻开发 它坦言确实感到压力 入金比较贵了 这是已经可以呈现的事实了 我们在我们两万几块就租 现在租到四五万 如果做不到就要不要租了 和黄青泉一样 租地养鱼的养殖户 在七股占了七成 现在光电业者为了取得土地 开出诱人租金 每年每公顷上砍30到50万 光电产商进驻以后 因为他们对土地的破裂性 比我们高 所以他们的租金是我们的实践 我们本来一年租3万 他们进来是租30万 渔民要面对的 除了租金压力 还有地主的强势解约 他们有人无地可租 或是只能口头约定 烧了契约的保障 不愿意接受渔电共生的渔民 随时可能被迫离开 地主他就会说 我也想要租给绿能业者 来做渔电共生 可是你又不太敢做 就是渔民你不愿意做 那我就先跟你解约 然后我再去找别的渔民来一起做 跟着熟门熟路的当地人 我们来到养殖户口中的情报交换站 采访到手中握有不少土地的地主 所以四十万就好了 你要收拾一公斤四十万 或是要租一公斤 拿五万 较高的人也要拿四十万 没人做他就要踏实 他要转型 实际就变成这样 地园就变成这样 我不账户 我就不账户 这位老先生是骑骨当地的大地主 家族拥有上百公顷土地 其中至少三十公顷被光电业者向重 若以每公顷四十万元的租金计算 每年租金收益就高达一千两百万 更不用说业者的约一千九十二十年 人家有利益在商员商 我今天租给你养鱼养蛤蟆的三万五万 我当然是租给光电的晒太阳 所以很现实的社会面就是 你一定要去创新嘛 地园的话说得很实际 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 从看天吃饭的传统养殖 升级鱼电共生 智慧鱼业 是政府期待推动的目标 只是对渔民而言 转型真的容易吗 我就没有那个时间 也没有用人去比 你觉得话会起较好吗 不是说较好 然后就通过去 有些饭人好起来 他的话道出渔民的乐天之命 也无奈 许多渔民从副植辈开始养殖 如今传到第三第四代 同样的模式一做就是半世纪 想要改变不只得重新摸索 未来产量会不会受到 影响还是问号 还有一个是时间去印证这些事情 但是是不是真的像工部门 或一些业者想的这样子 是不是能达到两千七美 这个是一个问号 室内养殖跟户外养殖的 养殖技术跟环境 跟设备都不一样 渔业署没有相对应的产业配套 这个东西都是需要 证明给我们回应的 而不是光电业者说 我想要盖室内养殖 然后就去盖 想要藉由鱼电共生 打开台湾养殖鱼业的 另一种可能 只是真的养得出鱼吗 我们来到农委会水师所 位在七股的 鱼电共生试验育成基地 好 我们下期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文革长得怎么样 张农生从事养殖业 长达四十年 现在他加入 光电厂的养殖团队 他认为鱼电共生 不是不可行 只是技术门槛相对高 总是会比他们 在大自然的阳光会少一点 但是我们会用养殖技术 我们去克服它 而这个鱼电共生暗场 还设置了小型气象站 监测温度 雨量等数据 透过智慧科技 把天然灾害的冲击 降到最低 结合光电养殖是 因为它有太阳能板车印 也可以有效防止疫病 像鸟类带来的疾病 我们以前是 也有技术 有那个概念 可是没有这么精进 所以我们来这个先进的 也学习很多 光电业者以专业养殖技术 与设备作为后盾 辅导协助渔民转型 只是到目前为止 鱼电共生在国内 还没有成功量产的经验 渔民的疑虑难以解决 他最担心的是收成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收的问题 透过宏德组了 这个台湾渔业队保驾收购 他只要专心的 要把鱼养好就好了 寄出保驾收购 希望提高渔民 对鱼电共生的接受度 这样的模式 真的行得通吗 绿能资运进来 对产业转型 是好是坏 要经过一二十年的验证 它到底会变怎样 但是现在的整个政策的导演方向 是以开发为主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开发能兼顾一些渔民的工作权 渔民或者是这个养殖协会 他们有很多问题 那很多疑问的状况下 就是要去做沟通 去做解释 鱼电共生说来简单 但横躺在前面的障碍 不只有产业技术 还有世代观念 更多的是在金钱面前 人性的考验 然而当我们关心太阳能板 产生的效益之后 有没有想过 如果用了二十年 他们最后会沦落何方呢 根据最新的估计 台湾从2023年开始 出现了太阳能废弃物 重量就会将近一万公吨 到了2035年 可能会高达十万公吨之多 如此庞大的废弃太阳能板 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甚至有没有可能有效再运用 产生新价值 太阳带来了希望 却创造了问题 这是2018年出现在装画的风景 废弃的太阳能板 就这样随意丢弃在田间 放了至少两年 没人处理 这个画面也揭露出台湾太阳能产业 背后回收的问题 为了找出这个解答 我们前往供应院 第一个阶段就会把铝框拆除 还有接线盒拆除 这一根根铝框 就是从废弃电板外框取出来的 未来能做什么 看似不起眼 其实这才是最值钱的 每公斤卖30到50元 融解后许多铝圈 和铝门窗的原料 就是从这边来的 拆铝框之后 背板 背板会经过我们的一个 特殊设计的设备 可以玻璃 玻璃开 然后把背板移除之后 就变成玻璃 封装膜 跟细晶片 三样东西 拆开了铝框和接线盒后 剩下的太阳能板 简单来说 就像是一个电子三明治 上头是玻璃 比例最大 振将近80% 中间是电池 发电的核心结构 细晶元 也就是电子产品内所需要的半导体 占了3%到5 而电池的两侧是封装膜 构成的保护层 之后才是背板10%的塑胶 传统的太阳能板 全都被封装膜黏住 非常难猜 如果能将玻璃和封装膜拆开 留下干净的玻璃 才能卖钱 玻璃用途没弄好就是 你在路边看到的地砖上面 闪闪发亮的东西 可是像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非常透明的玻璃 就像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那个斑马线 我们在那些行道线上 里面都还有玻璃粉 来增加夜间登召巨大的反射度 我会经过一个系统化 一个热拆解的设备 会进到我们这个窑炉里面 去让我的细晶片跟玻璃分开 看到这里您会发现 所有太阳能板只有把原料分离 留下纯的东西才有价值 碎掉的太阳能板 只有透过分选机 金属和玻璃才能被区分 出来下一步还得用化学仪器 分离出金属中含有的铝银 还有锡等物质 处理完后 我们来看看纯金属 到底能卖多少钱 我们要这是 这个纯度我们稍微查过 我们从这边拿过来 然后把上面的一些玻璃杂质去掉 这个是四个九 四个九的纯银 银的价格 大家可能知道一件事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 缩合 卖银浆 卖到有一阵是台湾能的骨王 就是因为银很贵 这是工研院的新棉发 透过太阳能板原料分离 区分每项物质 让飞机的板子重新再造 组成一片新的太阳能板 落实再生循环经济 但问题来了 一片太阳能板一撑就撑20年 目前在台湾 厨艺的太阳能板少之又少 没量又没借数 没法赚快钱 回收厂商根本不愿意投入 因为一般的太阳能板 它外观就是铝框 那一般它废弃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先把铝框踩走了 但是铝是比较有价值的 等于说一般的民众 把铝框拆走了 那剩下的是没有价值的玻璃 为了提高诱因 2019年能源局 开始向装设太阳能板业者 收取每千瓦 一千元的处理费 补贴回收业者 以目前300瓦太阳能板 大约重18公斤来算 等同每公斤补助16元 但玻璃每公斤处理费9块 运费2块 加上裁工房租和机台 利润可能只剩1块不到 根据估计 每个月至少要有 100吨的废弃太阳能板 才足以支撑起一家 太阳能回收的工厂 回收太阳能板的市场 现在大概会在 大概5年到10年后 会有市场 但是可能顶多一年的营收 也大概就是 5千块左右而已 如果也就是说 上市上跪的这些 回收业者的话 这个对他们一年来的营业额 营收的贡献事实上是不大 这是日本回收太阳能板的画面 事实上在日本2012年 全国开始大量设置太阳能板 现在已经入回收期 在日本 废弃处理费行情 每公斤3到4万台币 比起台湾 多出2到3倍 这些废弃物商再走之后 当然不走掩埋的路线 那这些当然玻璃就是走玻璃 比如说日本算是比较北方国家 那房子需要隔热 他们会用这些玻璃 把它抽成隔热的玻璃丝 去做成隔热玻璃棉 去填在所谓的墙壁里面 环保署预估 台湾将在2023年 产生将近1万公吨太阳能废弃物 到了2035年 甚至会达到10万公吨 如果放弃回收 进入焚化或掩埋 产生的废沙浆 将会破坏环境造成污染 因此台湾发展太阳能产业 上了车后得想好如何下车 才不会让绿能走向失能 除了太阳能板 能够找到重申机会之外 没有人要的电子产品 是不是也能找到新出路呢 根据2020年 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当中指出 2019年全球电子垃圾量 高达了5360万公吨 其中却只有17.4%被回收 这代表着有570亿美元的金属 跟着被丢掉 而过去的台湾 苦于技术限制 许多贵金属仍要仰赖进口 但如今随着时代转变了 技术上有没有新改善 这次台湾新出路团队 前进了全台最大的 费电子回收处理厂 来看看电子坟场 如何摇身一变 变成城市矿山 技术的电子废弃物送上输送袋 准备进行裁粉破碎 距离坟场 只剩最后一里路上 却出现神机 他把压缩机拿下来以后 剩下的冰箱呢 就会往这上面去走 后面这半部呢 一个人都没有 全部都是自动化 OK 那自动化的地方 才是真正我们城市矿产 在挖矿的地方 把这座电子坟场 当作城市矿卖 全台最大的费电子 回收处理厂 总经理隋学光 正准备在垃圾中绝金 我们的东西会分的 比较纯细一点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家的铜针铝 是分开的 那相较于其他的铜业呢 这个部分我们是比较细致一点 每个月回收4万台电子产品 对他们来说 等同买下原矿来开采 以废弃的家用电冰箱来说 其实从土到肉都是宝 可以解离出38.6公斤的铁 9.0公斤的塑胶 还有不少铜跟铝 你一个冰箱 它已经把所有的物资 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 不像我们去挖矿 它可能还有90%是石头 对吧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负矿 2019年全台电子废弃物 回收量达到22.1万公顿 回收率达到64.07% 虽然远高于国际的17.4% 但漂亮数字背后的真相是 真正被开采 留在台湾的城市矿卖 仅仅只有两成 其他八成有价值的金属 或于台湾没有高阶技术 全被卖到国外处理 如今台湾产业需要的贵金属 大多都还是得以来进口 甚至它是一个非常富含矿产的矿 比我们去挖矿的那个含量 更为精致更为丰富 而只见工人们不断悄悄打打 细分出传统电视里的各式零件 尤其是这块电路板 含金量可是不容少去 来到土城的这家新创公司里 他们将回收而来的电路板 放入滚筒之中 接着清洗 再放到特殊龙计当中 准备掏金 我们首先先将电脑主机板 拆解下来的部分 先进行波形 零件掉落下来之后 我们再把IC筛选出来 再从IC里面去提取里面的黄金 而所谓的金就藏在生活中 使用的电子用品中 看看电路板里头 一块块黑色卡夹 里头的IC晶片 竟能提取纯度超高的黄金 如果你今天处理的是 像硬碟板的话 一年如果以300个工作天 那如果今天主机板 用每顿500克来算的话 大概可以处理到150公斤的黄金 接着将处理完的零件 放入震荡机之中 依照不同类别细分各种元件 我们处理这些电子被欺负 最重要就是要取得这些IC 这些IC晶片里面就是 盘金量最高的地方都在这边了 打破过往之城 信心满满地表示 做到真正无毒环保 他是无亲废五金的炼金术师 许景祥 他要处理一顿的时候 他要产生高含碳量燃烧的方法 或者使用网水下去融 可是我们现在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话 基本上我们要的IC都在这边了 把这些不起眼的粉末 利用高桌拨烧结 许景祥垫沙成金 成功将废渣变黄金 而关键就在于这个神秘药水 这个药水就像你今天去 泡温泉的硫磺汤一样 很温和 不腐蚀你的皮肤 许景祥花了三年时间打通臂障 开发出没有剧毒 也不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绿色化学药剂 成功研发出无毒波金术 在中间过程当中 我知道金跟硫很好做结合 可是也是因为我的前一份工作 我在做表面化学处理的时候 我了解整个电化学的反应参数 知道在多少的能量下 它是会加速它进行反应 许景祥费精心悬不惜砸入身家 前前后后投资三千万来创业 就因为过去在鸿海工作期间 身体亮了红灯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表面处理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看到非常多人都在使用氢化物 我在长期吸入这个有毒的东西 我的肝的部分的这个血管流 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医师跟我说 我说你不能在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下 因此发下心愿 希望能开发绿色金属剥除剂 让高科技产业可以挥别高污染 还有高毒害制成 毕竟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而非人命 来是朝向绿色化学的概念 下去研究 可是后来在过程当中 包含到剥除效率要高 选择性要好 完原率要高 纯度要高 所以其实每一个都是技术 还有一些废气跟废水 还要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整个就变成一个环保科技 颠覆传统淘金方式减少污染 有效开采城市矿山 从废弃物中循环再利用 做到真正的绿色炼金属 今天的台湾新西路感谢您收看 祝您健康顺心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